並沒有說發展光電是對的 就引起你們搞特權專利 那些雲爆小公主的故事難道大家忘掉了嗎 光電板要20年才回本 所以你只要那個一撲下去 那一塊地是20年不能用 今天這個202黑河家人就是 完全沒有理性的態度 經濟部昨天是有製作一些圖卡 來椰魚爛白河 而且還說魚電才該河 那說叫您不要抹黑光電 那請教您的看法 這個喔 我到南部去看過光電的問題 其實發展喔 再生能源啦 發展光電這時候是對的 可是我們並沒有說發展光電是對的 就引起你們搞特權專利 那些雲爆小公主的故事難道大家忘掉了嗎 在過去這兩年當中 為了光電喔 被起訴的有幾個案例 你知道 我那時候看一看 超過60個 所以是這樣啦 我去南部喔 我把我最近去南部 看那個光電的心得跟大家報告 為什麼會出問題 你知道 我去現場看才知道問題在哪 因為你先開始說 2025要揮核家園 所以核電廠要停掉 核電廠要停掉的話 他就被迫那個 再生能源要拉上來 再生能源拉上來 如果是按部就班 時間來不及 所以怎麼辦 政府就投大量的錢 要不然怎麼會說 一開始那個收購電費的價格 有到一度9塊錢啊 5塊錢 這什麼都有啊 你想想看喔 當有一個東西喔 是政府給大量的錢 要加速它進行 但獲利很多時候 你會發生什麼事 我們閩南話說齁 火形噶抓轉照來 所以為什麼到那個地方看 會有什麼88槍就這樣來的 因為那變成是一個 高獲利的一個行為嘛 然後就會引發很多這種 不正常的政商關係啊 黑道就跑出來 還有一點啦 本來在光電的發展 應該考慮整個生態 日本也一樣在發展光電 可是日本不會搞到說 那個光電板底下的農舟 寸草不生啊 可是我去農村看 餘溫變成光電 還有一點啦 你在農村給它鋪光電板 要20年才會回本 所以在20年內 你給它拆掉 就一定回本 所以你只要那個 一撲下去 那塊地是20年不能用 所以到底台灣 有沒有整體的農業戰略計畫 你農食至極力要多少 生態保護要多少程度 這很多要思考了 我去南部看那個光電 深深感領略一句話 意識形態對國家的傷害 今天民進黨就兩大神主牌 台獨跟環核 不是說他完全不能做 理性務實科學 你有一個戰略目標 OK 可是理性務實科學來做 今天這個 這個2025非和家園 就是完全沒有理性的態度 所以搞到現在 引進南部看就是說 本來很多 我看到很多那個青龍返鄉 你現在餘溫都給他鋪光電板 在他的故鄉就已經沒有工作的機會 怎麼辦 再回去啊 所以那個一開始說 什麼小學校 學生變多了 自從那個光電板來以後 學生又少掉了 為什麼 就找不到工作 只要再搬走 所以是這樣啦 有時候用意良好 但是 如果在執行過程當中 他沒有一個理性務實的科學態度 結果結局就一塌糊塗 所以在這個光電這件事情 電通電這件事情 不是說他不對 我在這個案件看見了 民進黨意識形態對這個國家的傷害 就是索盤的 走